弟兄姐妹们早 很开心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约翰福音十章十一到二十一节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若是故宫不是牧人 羊也不是他自己的 他看见狼来了 就撇下羊逃走 狼抓住羊 赶散了羊群 故宫逃走 因他是故宫 并不顾念羊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正如父认识我 我也认识父一样 并且我为羊舍命 我另外有羊 不是这圈里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 并且要合成一群 归一个牧人了 我父爱我 因我将命舍去 好再取回来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柄舍了 也有权柄取回来 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 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 内中有好些人说 他是被鬼负责 而且疯了 为什么听他呢 又有人说 这不是鬼负之人所说的话 鬼岂能叫 虾子的眼睁开了呢 我要分享的经文主题是 我的羊认识我 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 第十四节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我在这里看到有一个宝贵的应许 就是谁也不能从主的手中夺走我们 在1980年 伯利横有一个村庄 军人们把全村的羊都集中在一起 关在一个羊圈里面 这时候有一个女生来 她来跟指挥官说 请把她家的羊都还给她 但是这个指挥官告诉她说 很难 她无能为力 因为全村的羊全部被关在一个羊圈里面 加起来有好几百头羊 所以很难把她的羊找出来 还给她 后来这女人就拿着一只笛子 重复吹着一个简单的旋律 就这样在羊圈里面的几百头羊 听到这旋律 开始有几头羊抬起头来 而这个女人就一直吹着这个笛子 一直往回家的路前进 她家的二十五头羊 也就这样从这个羊圈里面 跟着她离开羊圈走回了家 我透过了这个故事 让我明白 如果人立定要遵循神的旨意 就一定会认得这个教训是出于神 当我们常常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神不会将她的旨意 告诉那些没有心要明白的人 没有心要遵行的人 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 就像这一群羊跟这一个女生的关系一样 当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 读神的话语 默想神的话语 当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 我们会马上认出神的声音 并且会遵行着神的话语 跟着神前进 所以我自己个人提醒我自己 我是否常常体贴耶稣的心呢 常常跟着耶稣前进呢 如果我真的体贴耶稣的心 想要成为跟随耶稣的人 我就要花时间 常常来学习神的真理 并且效法耶稣所做的事情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是的 主耶稣 求你帮助我们 透过今天的这一段经文 告诉我们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主 若我们真知道你是好牧人 我们就会更多的体贴你的心 更愿意跟随你 更会花时间来明白你的旨意 相信你 是见察人心思意念的神 你必会帮助我们 想要明白你旨意 想要明白你话语的人 并且给我们智慧启示 及力量 让我们可以遵行出来 谢谢你将圣灵宝慧师赏赐给我们 让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 更多的打开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 敏锐圣灵宝慧师的教导 明白真理 并且行出来 一生到老都不偏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敏锐圣灵宝